好 來看看這個救援現場 貨櫃車翻覆卡在了對象車道 而且車身是傾斜45度的一個狀態 一半就被護欄給頂住 那麼車頭是嚴重的變形 由一名駕駛受困在車內 那麼這地點是在高雄國道一號的末端 三國通道 位在中安路上方的高架道路 這起事故是在上午傳出來的 54歲的嶄姓駕駛 他行經國道一號南下金服路的方向 不明原因就在彎道處開到了對象 然後車子就重心不穩倾斜 貨櫃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就差那麼一些些就會從高架上墜落 幸好當時撞上之後 人車是卡在護欄上的 而現場救援進度還在持續中 先以大型的拖掉車來 再將這一輛貨櫃給拉正之後 再將這一名駕駛給救出來 那麼到底他的肇事原因是什麼 目前也要等到他平安的脫困之後 才能夠做相關的調查 以上是目前來自南部的詳細資訊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